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六月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第一月小铃铛 六月份是一个风风火火的月份 很多事情会从原本的缓慢 或是停滞的状态加速进行 而且有可能在情势的变化之下 我们会有更多新的计划 新的可能展开 所以听起来是不是很兴奋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呢 最主要是因为在六月份的星象里面来看 在21日之前太阳都在双子座 这个风向星座 所以本来这个沟通交通就是一个主轴 而且双子座的守护星水星 会在三日开始顺行了 我们结束水逆 所以自然然沟通交通 或是交易原本的一些阻碍就会减少 同时水星会在13日开始进入双子座 又强化了双子跟风向的能量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月份 因为木星跟火星都在白羊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双子座的这个风向星座 以及火象星座白羊座的这个能量的结合 会造成很多事情快速的轮转 同时太阳在21日开始进入了巨蟹座 巨蟹座也是启动星座 或是基本星座 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很多事情在这个月份呢 是可以有新的不同的 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当然这样的星座呢 也会带来一些挑战 所以我们要注意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 因为呢 木星跟火星呢 都在白羊座 所以呢这个月份 大家在冲劲 还有呢想要努力做到一些事情之余 往往火气比较大 容易有怒气 同时你会看到 在全球的一些情况之下 有形跟无形的战争 也容易变得比较多哦 他要特别留意 特别是呢 到了六月下旬 六月底之后呢 火星又会跟冥王星形成凶相 所以我们这个月份呢 记得要以和为贵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呢 要睁大双眼 好好的辨识真的 而不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月份呢 海王星的能量呢 非常活跃 在双子座的月份呢 海王星的能量 跟双子座的这个太阳 水星 这个有一些互动 那么很多事情就会有什么 风吹草动 而影响大家的决定跟行为 那么消息不见的都是真的 也可能被有心人士来利用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我们到底所听到的 所知道的 想要反应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成功 或者是说生活的顺不顺利 非常重要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如果有涉及利益 金钱的事情呢 我觉得这个月份 也要比较仔细小心一点 因为金星呢 在20日之前呢 都会启动天王星跟土星的力量 代表很多的突破创新 往往啊会接受现实的考验 所以呢 这也是要让各位 如果你在这个月份 感情有涉及到金钱了 或者是说投资理财有一些 不太顺利的话 记得要做风险的控管哦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星座的运势吧 请大家参考上升跟太阳星座 哎 基本上来说啊 这个月呢 只要你是上升或太阳 在风向星座 双子天秤 还有呢水瓶座 或者是你在火象星座 白羊狮子跟射手 那么恭喜你 你的运势其实都有一定的基本盘哦 都有很不错的人际关系 而且感情的机会也会特别多 但是呢 我们如果在详细来看 就这个感情啊 恋爱的机会来看呢 机会最多的是上升或太阳在 双子射手水瓶 还有天秤座的朋友哦 要恭喜你们 那么你们桃花朵朵开玩乐啊 互动的机会也很多 单身的朋友好好把握机会 如果呢你还在友谊的阶段 是不是该告白了呢 或者是你已经准备要往 这个结婚或订婚的方向走了呢 基本上呢 容易有这个结婚订婚的族群啊 特别是以上身在双子射手 还有天秤为主的朋友 而桃花的部分呢 哎射手桃花很旺 同时呢水瓶座也比较有这种 桃花娱乐玩乐广结善缘的机会 另外一个层次呢是人际关系 其实火象跟风象都很旺 可是容易从人际关系里面得到一些好处的呢 特别是上身在狮子座或者是双子 还有呢就是天秤座的朋友 狮子座朋友呢 你在上个月五月份应该做了不少的决定了吧 比方说你想离职啊创业啊 或者是要做一些大的突破改变 但是进入了六月份恭喜你 你可以在既有的选择之下啊 好好的呢再去思考 然后呢好好的透过跟朋友啊网络啊连结 然后扩张啊你在新的舞台 新的计划上面的发展 而且会有很大的收获哦 要恭喜是做朋友 那么天秤座朋友呢 你特别容易有那种一对一合作的好处 或者是因为法律合约的关系 而增加了你的核心竞争力 比方说像结婚也是一种契约嘛对不对 那包括了跟别人签约啊合作啊买卖啊 跟国际上有什么样的往来 或是你可能有一些代理啊 甚至有可能有一些新的联络 当然这都是很好的 所以呢恭喜啊 这上面的几个星座族群 那我们来看看工作的部分 工作部分呢这个月呢 因为水星在三日开始顺行了 所以呢当然上升或太阳在水星 这边掌管的双子跟处女座特别的旺哦 你们很容易被人注意 有升官发财 还有呢可能这个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竞赛里面获得这个奖杯的可能 那不一样的是呢 处女座往往会有这个受惠于对上关系 比方说老板提拔啦或是你的主管呢升迁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或是公司本业非常好 所以你也跟着一起要有更多的发展 那么双子座的朋友呢 在这个月份则不太一样 这个月是你自己个人的影响力很好 你不但能够表现你自己有的才华 也可能你能够在群体当中发挥影响力 你说话是有话语权的哦 所以在这个月份要恭喜这两个星座 再来呢我们看到是白羊座的朋友 白羊座的族群呢在这个月份呢 特别容易有冲劲 你想做的事情呢能够快速的进展 所以在这个月份白羊座朋友呢 你也可以好好的开始做新的计划 别忘了你的贵人好事啊 往往是在身边的朋友 另外如果白羊座朋友 你的工作跟媒体啊网络啊公关行销啊 广告有关这个月也能够大放异彩哦 再来呢是巨蟹座 巨蟹座朋友呢这个月 我觉得有一种步步高升的感觉 它跟处女座的不太一样 处女座呢可能就是有一种比较明确的 这种拿到这个新的位置啊 或者是升迁的感觉 而巨蟹座的朋友在这个月是你的 对未来的展望更为明确 比方说你会看到新的朋友 新的市场新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开始有新的准备新的把握 特别是在6月21日以后 因为太阳进入了巨蟹座 所以你先前可能在准备的 但是没有被大家注意的 或是已经被大家注意的 特别容易在6月下旬以后呢 怎么样进入另外一个高峰啊 恭喜你们 那么还有一个叫摩羯座啊 摩羯座这个月呢 工作运势比较不像是 什么升官啊发财 可是它很容易在工作或是生活当中 有接触新的案子 新的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呢你的这个面向是广的 所以你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 一方面边做边学 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能呢 会累积不同的经验 而在这经验累积当中啊 往往跟你合作的那些伙伴啊 同事啊合作团队里面 也会藏有你的贵人哦 为你布下后续的成功机会 所以要恭喜上面的族群啊 好了那当有一些朋友还没有被讲到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你们是属于财运的部分啊 这个月呢我们在财富上面呢 特别有一些新机会 或者是要注意的朋友 就是上升或太阳 在金牛座 天蝎座 以及双鱼座的朋友了 这个月呢金牛座的财富来自于自己 所以呢你可能可以跟老板 要求什么加薪啊 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些奖金咯 或者是你本身呢 在业绩表现上就特别好 当然我觉得啊金牛座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你这个月很适合做新产品 新计划 然后看一下这个市场的趋势 学些新东西 现学现卖其实挺不错的 好不好 所以这样会带动你的财富发展哦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天蝎座 天蝎座本身呢在工作上就非常的投入 这个月也有非常劳碌的情形 所以我会建议你要注意不要过劳 可是呢你的好处在于 你有很敏锐的投资眼光 所以你可能看到你身边有一些资源跟机会 比方说A他有这个产品 那B呢他有通路 可是他们不认识 或是不知道怎么做 那么你就可以加入 大家一起合作 运用身边的资源 或是你扮演一个管理啊 协助者的角色 往往你也会在里面 得到一些不错的好处哦 更重要的是经验的成长嘛 那再来是双鱼座 双鱼座呢 我觉得这个月其实你是属于那种 很轻松很愉快的族群 因为你不管工作还生活都蛮惬意的 更重要的是你财运特别好 就是你好像游刃有余 该花的该吃的该享受都有 另外你的财源往往是来自于家人 家族的事情 比方说父母家人 会对你的这个理财啊 投资啊 或实际的财富是有正面的注意 或者是你的工作是跟什么呢 房地产啊 室内设计啊 家具啊 或是跟自己人有关的一些行业 往往往往 你也蛮容易啊 有这些成长的 以上呢就是整个六月份 运势的一个分享了哦 那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在六月份里面 看到新的机会 看到新的转机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